咱们这儿的羊它有什么特色 是哪里的 它来自咱们八场大草原 然后它喝的是山泉水 吃的是沙虫 还有棕草药 时间悄悄流逝 四周的草原已经进入夜色 羊肉也逐渐变成青黄色 小李用刀在羊肉上品出缝隙 接着小李的独门秘籍就登场了 秘制的大酱需要仿佛刷 一遍又一遍 让大酱的味道融入羊肉 最终一只靠圈羊 需要刷酱三斤才算大功高成